全女二是韩国同心,也是火遍韩网的表情包宝宝,在她很小的时候,她的妈妈就开始上传她的照片,放射家网络上,当时的全女二,还是一个小碰子,表情也都很可爱搞怪,因此迅速走红,在中国也都有很高的人气,全女二出生于2013年7月15日,今年还不到恋富,但是现在的她,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 远也没有曾经的缘缘了,全女二因为展现缘缘,看上去很可爱,所以她的表情包受到了很多女孩子的喜爱。 如果说女孩子最喜欢用的头像是雪莉的话,那呢,她们最喜欢用的表情包,大概就是全女二了,因为全女二的表情包适合很多女生,可以说是女生必备,因为她的表情包就感觉透着一种可爱感。 比其她表情包适合起来更有女神的感觉,这也是全女二能够在中国走红的原因,因为很多女孩子都是全女二表情包的忠实用户。 不过现在的全女二已经展望了,并且原质提升了不少,看上去漂亮又可爱,给人一种满满的经验感。 她五光展开了不少,眼睛红红的,皮肤白皙,叫起来的时候,女神在满满。 对此很多网友都表示,全女二的原质开挂了,曾经让人一看见小笑的表情包,如今已经成长为小女神了,还拥有着超高原质。 真的是让人很有办法不喜欢啊。 心意互动,把你的表情包摄出来,看看是否也有全女二。